疫情趋缓,百月预期,七月份解封而蠢蠢欲动 花莲每年七月登场的蜜香红茶竞赛是否如期举行 也备受花莲茶业界的关注 陆水江农会对此表示,为了避免染疫的风险 目前暂时选择顺严 不论行与午后采茶工,忙着采线嫩的茶经 准备用来制作夏季正当时的蜜香红茶 另外一方面,花莲每年七月登场的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是否会受到疫情影响而停办 也备受花莲茶业界的关注 一定七月份会办理的蜜香红茶比赛 可能也要顺严 因为疫情三级并没有那么快的解封 那疫情可能要等到十月份左右才会来办理 即便疫情趋缓,甚至百业也因为七月三级警戒解封的预期 心理而纯纯欲动,做足了开张的准备 但瑞瑟香农会对此相当谨慎 避免群聚竞赛而染疫的风险 而疫情期间蜜香红茶正当时 农会总案师黄胜黄说 在家喝蜜香红茶解闷消暑 不失为最佳的防疫运动 虽然是疫情的关系 但是茶农的这个部分还是积极的在采茶 制茶准备我们的这个最优质的蜜香红茶 来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那如果在防疫期间 我们的消费者在家里觉得苦闷的话 可以透过宅配的方式 来喝喝我们的蜜香红茶解解闷 而至于蜜香红茶在疫情之下的产销情况 中干事黄胜黄说 今年风调雨顺蜜香红茶品质水准 都有不错的表现 也鼓励消费大众宅在家 也可以动动手指头 利用网络下单来支持台湾农业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